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长强烈不满 张子怡 谢娜 张杰 黄磊 范伟席等明星爸妈都严厉抨击 今年2月刚生下双胞胎女儿的谢娜表示 家长为了孩子的身体 即使心痛都会咬牙带孩子去打疫苗 怎么能出现问题疫苗 老公张杰也留言 信任是建立在值得被信任的基础之上 那些卖假药的 你良心何在 于信号玉有一个女儿的已能进血下 几百万买不回家长的恐慌 药厂也没说明接受真剂的孩子如何弥补 这个时候不传谣言 但孩子是我们的未来 他认为伤害儿童的代价太轻 希望无良个人或企业都必须受到严惩 网剧套路女导演林素贞 发声明称自己疑似 遭到海航飞机师性侵 7月24日凌晨 涉嫌性侵的男飞机师 所述的海南航空发表声明 就网剧套路香港女导演林素贞称的 显造海航受训飞机师性侵 一是作出回应 声明已就第一时间 对视人员摆墨 坐停止处理 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 由艺人明到 曾佳英及谢天华主讲的 内地网剧套路 之前因投资方突然宣布解散剧组 至今去向不明而停拍 然后又再复拍 近日该剧组再报大事件 女导演林素贞 发生名称自己疑似 遭到海航飞机师 性侵 她名声中写到 16日清晨6时 林素贞在酒店房间熟睡时 遭陌生男子意图强奸她 她醒来处于本能分力 打对方 把男子赶出房门 酒店员工替她报公安 到了海口市公安局派出所 对方是由邻居18楼阳台爬过她的房间 事后更自称酒后糊涂犯错 她更直指那位男生是海航受训飞机师百某某 网易娱乐7月24日报导 陈冠希在社交账号上 晒出女儿的最新照片 照片中女儿穿着小纷裙 头戴着可爱的草帽 还戴着粉色的黑镜 霸气十足 网友们也一眼就在黑镜看到了 陈冠希和苏培的身影 纷纷表示宝贝的眼镜里有爸爸和妈咪 眼镜里的那两位好配 冠希哥你又在晒幸福 胡歌平族 仙剑旗瞎船 狼牙帮等电视剧走红 更成为许多粉丝心目中的男神 先前结束短暂留学时光 回国后一直忙于舞台剧演出 还闹出经纪人造公司撤换风波 最近都显得相当低调 一直没有露面 最近有网友曝光一张 他与同学聚会的照片 立刻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根据ETtoday报导 有网友在微博上曝光 胡歌与一群好友聚餐的画面 与他拥有多年兄弟情谊的好友 冤红以及冤红的妻子 张欣怡也在场 照片中可以看到 胡歌穿着一件军绿色T恤 头戴着个帽子抱着小孩 不但手臂上全是纹身 还留了胡子 与过去诗文的书生形象截然不同 有粉丝猜测可能是新电影的造型 纹身应该是暂时性的 不过也有人说过去的胡歌都会把纹身藏起来 可能是最近才赐的 中文字幕售参加